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复健是一件无聊时间又长的身体复原过程 现在这样的观念可能彻底被颠覆 高一大复射医院复健科发表了两套复健用的游戏系统 分为手指运动与整个手臂运动 将借由有趣的电玩游戏 帮助中风患者做手部的精密训练 拿起平板电脑动动手指 依照显示出的图形画出图案 这可不是一般时下流行的电玩 而是由高一大学生开发 专门用来帮助中风患者测试手部灵活度 所设计出的复健用游戏系统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跟复健科医师共同进行合作 然后我们就那时候是想说要做写字的部分 可是因为写字没有一个标准 就是没有办法去量化它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很有趣 而且如果可以结合现在的科技 科技结合复健一定可以吸引更多人来用 为了替需要长时间复健治疗的脑中风患者 提供更多的复健训练机会 高一复健科与高一大学生 合作发展电动玩具游戏 要帮助中风病患进行上肢复健运动 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说可以医院跟病患端 这样做到一个邻居里的那个照护 照护服务这样子 那我们希望说就是病患中风病患 他们已经医生已经说OK 他们可以出院了 那他们出院之后我们希望说他们在家里可以 持续性的进行复健 那做到那个动作恢复 那功能改善 然后提升生活品质 站在医师的角度 对照新形态的医疗用复健电玩系统 则是抱持乐观的态度 系统的差别的话 可能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家里执行 那在治疗室 那我们有治疗师的监控 那这个有实际的回馈 那当然是最好 但是如果说这个 这个在家里也希望能够多做一些活动的话 那我们希望很好的样板 可以去做 陈天文医师进一步表示 这两套系统属于辅助型的复健系统 目前只适合轻症患者在家自我训练 虽然无法取代医院治疗师 但目的希望病友回家能多运动 港的新闻王岐天旅中益 采访报道